第21集 资本资料的声音 任斌说 好 你继续说 5月11日 他就离开了美国 5月11日 孟昭记得 明堂公安第一次 跟祝瑞取得联系 就是在5月11日 那个时候 他们给祝瑞打过电话 让他回国认领母亲 祝文秀 祝瑞虽然在电话里头答应了 但那之后 就跟他们失联了 根据任斌提供的消息来看 祝瑞当时一接到电话 就立刻回了国 那他为什么要在十天之后 吴嘉义死前的那一晚才出现 还谎称自己 被吴嘉义严密监控起来了 这十天之内 他在干什么呢 另外 关于祝瑞这个人的情况 我觉得也有必要汇报一下 你说 宾哥 祝瑞这个人 到了国外之后 染上了赌博的时候 不仅败光了家产 不仅败光了家产 这些年还欠下了一屁股债 他的妻子实在忍受不了他 三年前跟他立了婚 独自带着儿子生活 据他前妻说 当年他出国前 也并没有发生过 儿子被绑架的事情 至于为什么突然出国 他也并不清楚 而且 出国之后 他们也并没有察觉 有被监视的迹象 祝瑞也从来没听他们提过 还有一件事很蹊跷 就在五月二十二日 祝瑞的个人账户里 收到了一大笔钱 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不仅仅够他还赌债的 甚至 能让他几代人吃穿不愁 这笔钱的来源呢 已经在进行资金溯源了 就目前的线索来看 和无视集团的关联非常密切 知道了 辛苦了 宾哥 挂断电话 孟昭松了一口气 他一直担心 以仁彬的能力 好不容易去了美国 结果却竹篮打水 现在看来 徐局没有看错人 关键时刻 仁彬还是靠谱的 孟昭立刻把仁彬的调查结果 向陆时辰大概复述了一遍 这么看来 祝瑞那一晚一句实话 都没跟我们说 这一次也多亏了仁彬 话还没说完 不知道为什么 孟昭的脑海之中 又浮现出那张纸上 徐局穿着警服的照片 还有照片下方的徐仲理 三个字 任斌是徐局专门指定派去调查这件事的 如果徐局有问题 那任斌提供的这些消息 真的可信吗 孟昭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 一时没注意 车子已经开进了市局停车厂 孟昭沉浸看了一眼车窗外 此刻停车厂周围 确实半个人影都没有 见陆时趁要推门下车 孟昭扣住他的手腕 把他往回拉了一下 走吧 沈朱瑞 两个人到达审讯室 朱瑞已经坐在那 神色有些慌张 孟昭并不想和他多废话 他神色冷峻 单刀直入地问 陈玉是你杀的吧 朱瑞一听 整个人瞬间就慌了神 不可思议地看着孟昭 口齿甚至都开始有些结巴了 什么 我再问你一遍 陈玉是不是你杀的 虽然是在质询 但是孟昭的语气 却显得异常的笃定 孟警官 你为什么这么说 我没杀人 我没杀过人 我是美国公民 给我电话 你们污蔑人 我要联系美国大使馆 快给我电话 污蔑 孟昭目光锐利地看着他 同时拿出录音笔 重重地拍在了桌子上 来 我们一起听听 中国警方到底是怎么污蔑美国公民的 看到录音笔 祝瑞顿时就愣住了 他瞪大了眼睛 直直地看着录音笔 没能说出一句话来 孟昭打开录音笔 模糊的声音 在密闭的审讯室 再一次播放出来 你们现在立刻去名团 做掉尘域 记住了 一切按计划来 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否则我们都得遭殃 不 这不是我 这不是我 声音我已经比对过了 我想我们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主动交代一切 争取减刑 对你来说这已经是最优的选择了 祝瑞看上去 仍旧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他目愣地看着那支录音笔 孟昭也没有继续说话 等待着祝瑞调整情绪之后 说出当年的真相 祝瑞终于开口了 并且开始抱头痛哭 警官 我 我对不起 陈玉 我不敢听吴嘉义的鬼话 派人去杀他 我该死 如果你真有悔意 请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司法机关也会将此事做配合调查 而酌情减轻你的量刑 你问吧 警官 陈玉是不是你故兄杀害的 是 是我找人杀的 有没有吴嘉义的参与 有 当年他与我合谋杀了陈玉 杀手 也是他给我引荐的 为什么要杀害陈玉 当年我在吴嘉义的怂恿下 拖欠农民工工资 陈玉那个时候是带头讨薪打官司的公投 我想只要杀了他 他们没了领头的人 官司就打不下来了 他究竟死在了哪儿 明坦还是严惩 我派人去明坦杀的他 他死的当晚 被我们转移到了严惩 为什么要转移到严惩 严惩警方当时被吴嘉义收买了 死在严惩能够伪造成自杀 不被发现 果然如此 也就是说 当时的严惩警察局局长魏昌和和你们也是一会儿的 是他伪造了陈玉的自杀现场和证据 是他派人做的 孟昭拿起通讯机 对审讯室外的警察说 立即联系严惩警方 对前严惩局局长魏昌和进行联合通缉抓捕 抓到后立刻向我汇报 好 放下通讯机 孟昭继续对祝瑞进行问讯 我们继续吧 你母亲祝文秀被害 你事前就一点都没有察觉吗 说到祝文秀 祝瑞的表情 变得更加的绝望了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声音微颤的 缓缓的说 我母亲的事 我 我知道 为什么没有报警 祝瑞一言不发 祝瑞 请回答我的问题 吴嘉义 他威胁我不准报警 见祝瑞又开始接吧 孟昭觉得有些反常 对比他之前回答问题的状态 孟昭察觉到 在祝文秀的问题上 祝瑞似乎又在隐瞒着什么 此时 一旁的陆时辰 开了口 是吴嘉义威胁的 还是你主动选择 不报警的 还是说 毒害 祝文秀这件事情 本身就是你干的 这话一出 祝瑞额头上瞬间冒出了冷汗 孟昭也被陆时辰的这一问 所震惊了 儿子 毒害 母亲 孟昭真的是有点不敢想 祝瑞整个人都颤抖起来 放在桌子上的两只手紧紧地搅在了一起 声音颤抖 尽管 我不知道那药是毒药 我真不知道 吴嘉义让我干的 真的是吴嘉义让我干的 我没想害我妈呀 说着 朱瑞的手捂住了脸 声音听上去有些痛苦 妈 妈 孟昭与陆时辰对视一眼 妈 孟昭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朱文秀也算是个有良心的企业家 到头来居然被自己的儿子害了 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如果再继续追问关于朱文秀的问题 朱瑞的精神很可能会面临崩溃 现在需要赶紧转移话题 让朱瑞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精神状态 根据我们的调查 你应该十天前就回来了 你回国的目的是什么 吴嘉义的死是你策划的吗 朱瑞的情绪总算平复了一点 他摇了摇头说 不是我干的警官 我没那么大能耐 我在国外那么久 国内都没什么认识的人 没钱没权 我做不了这种事的 真的 那你怎么解释这封邮件 和这部分聊天记录 孟昭拿出人斌回船的资料 朱瑞看了一眼 有气无力地说 我也是被人指使的 谁 第二十二集 孟昭拿出人斌回船的资料 朱瑞看了一眼 有气无力地说 我也是被人指使的 谁 我不知道 我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 从来没见过这个人 就敢冒这么大的风险 听他的指示 回国报复吴嘉义 你就不怕警方察觉到 你是杀害陈玉的真凶 我 我真的没见过他警官啊 这个人每一次下达指令 就会给我转移大笔钱 并承诺我 如果回国揭发吴嘉义 就保证能够杀了吴嘉义 而且事成之后 会再给我转一笔钱 这笔钱 能让我几辈子都用不完 从刚刚的精神状态来看 朱瑞并不能很好地控制情绪 此刻能够相对平静地回答问题 看上去并不是像在撒谎 而他的回答 也验证了任兵的调查 不管怎么样 这样一个心理素质一般 能力一般 还总被利用的人 都不太可能是整个事件的策划者 但如果朱瑞不是幕后推手 那又会是谁呢 既然没见过长什么样 那总听过这人的声音吧 声音应该也被处裂过 不是正常人的声音 那这个人说话有什么特点 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口头禅 听不出什么 不过我感觉 这个人应该是个年轻人 年轻人 你怎么判定的 从他跟我说话时的 用词和语气判断的 我一直就有这个印象 具体点 好好回忆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个印象 当初 他打电话劝我回国的时候 一开始我也觉得 这件事有风险 就没答应 后来他在劝我的时候 说了一句 看看我现在过的日子 还像是个人吗 朱文秀的儿子 居然这么废柴 废柴这个词 总觉得只有 稍微年轻一点的人 才会用 还有一些别的词 我记不起来了 但好像都是年轻人 才会说出来的 这么重要的事 应该不会随便委托 他人来打电话吧 朱瑞也跟不少人打过交道 他的这种判断 倒是有些可信 难道幕后推手 真的是一名年轻人 那会是谁符合幕后推手的条件呢 审完朱瑞 梦昭跟陆时辰从审问室走出来 出门之前 梦昭回头看了一眼朱瑞 朱瑞似乎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光了 他摊坐在审讯椅上 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 梦昭把门盒上看向了陆时辰 你怎么看 相比幕后的策划者 朱瑞更像是一枚被利用的棋子 从他的心理素质和能力来看 不太像是能策划出这一切的人 而且幕后推手显然对名谈的种种局势 非常的了解 而朱瑞近二十年来 一直待在国外 不太可能了解到这种程度 不过 不过什么 有没有可能是故意装出来的 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转移嫌疑 从朱瑞这次反应来看 确实不太像是在撒谎 当然也不排除他就是幕后推手的可能 不管是从洞接 还是从他给卢阳发送的消息来看 他的嫌疑仍就是最大的 但如果真的如他所说 有人指使他这么做 那这个联系他的人 你有在做吗 孟昭没有立刻回答 他的脑中略过数张面孔 最终停留在一张沉默的 略显严肃的脸上 心想 是不是因为最近看过了 陆时辰手机上那页笔记本 最近总是忍不住 把注意力放在徐局 及其周边的人身上 而这一阵子 有一个人好像和徐局的联系 尤为密切 甚至可以说是深得徐局信赖 任兵 他会不会也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朱瑞说的那个略微年轻的声音 会是任兵吗 见孟昭不说话 陆时辰继续说 幕后推手 让朱瑞提前回国 目的是让他能够随时 在最需要的时刻出现 而在吴嘉义死前的那一晚 朱瑞也确实在最关键的时刻出现了 指控吴嘉义当年杀害陈玉 迫害朱文秀的种种恶行 能够精准掌握事迹的人 那一晚 很有可能就在我们身边 案子查到现在 孟昭不得不面对一个 他最不希望得到确认的事实 那就是 警局内部 确实存在内鬼 听完陆时辰的话 孟昭面色深沉地点了点头 确实 还有之前暗龙发布会的那次 我打人的事情是谁传出去的 以及 每当案子推进不下去时 就会有人提供关键信息 成绩单那次时 给陆阳提供暗龙线索那次也是 这个人对案情进展应该非常了解 才能这么准确地把握事迹 怎么样 有怀疑的对象吗 孟昭没有说话 他推开了办公室的门 坐到椅子上 开始回想 近期与任兵有关联的一切的画面 你是畜生吧 给人打这种工 在暴揍暗龙管理者时 任兵当时在哪 从现在起 案子的事情 你就不用管了 因打人被撤职后 为什么徐徐选择了任兵 作为暗龙负责人 宾哥 案子进展怎么样了 没 没什么进展 复制后向任兵询问案情时 任兵好像正在慌乱地收拾什么 只是因为他觉得桌面很乱吗 案情没有丝毫进展 与任兵有没有关系呢 这种事情 你有过经验 居里上下派你去 是最稳妥的 去美国办案这么重要的事 为什么徐徐会毫不犹豫地交给了任兵 一系列事件所带来的违和感 越发的强烈 长时间的沉默之后 孟昭还是说出了口 任兵 孟昭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地敲着 似乎在犹豫着什么 片刻之后 他拿出手机 在微信群里发出了一则语音消息 小周 承运 来我办公室一趟 承运和周启阳可信吗 应该可信 这两个人一毕业就进了名堂公安 都是我一手带出来的 所有资料也都进过我的手 如果这两个人再不可信 警局内部就没谁能相信了 而且我被停职期间 他们俩因为跟我关系比较密切 周启阳被调离了专案组 承运作为实习生也被边缘化 这样看来 他们俩是被画到了我这边的 两分钟之后 承运跟着周启阳走了进来 赵哥 什么任务啊 进来 关上门 什么事啊 赵哥 还整得神神秘秘的 难不成有绝密任务 孟昭没有理会承运的玩笑话 表情严峻 见此情形 承运和周启阳 立刻端坐在了孟昭面前 两个人一瞬之间都知道了 他们要面对的 不是一件小事 问你们几个问题 你们好好思考 再回答我 好 第一个问题 吴嘉义为什么会死 根据调查 吴嘉义的车子 是被人动了手脚 因为转向失灵而 撞在隧道的岩壁上 好 第二个问题 吴嘉义是怎么逃出来的 通过家中的地道 这些我们都知道 赵哥 周启阳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第三个问题 吴嘉义为什么会逃 因为他知道了我们掌握了 他杀害人海的证据吧 周启阳仍然想不通 孟昭为什么问这些 那他是怎么知道的 他家里不是有个隐蔽的座机吗 今天刚查出来 肯定是有人给他打电话 告诉他我们拿到了证据 然后吴嘉义就慌不择路了 此时 一直没有说话的成韵 突然开了口 赵哥 你的意思难道是 有内鬼 怎么可能 周启阳大吃一惊 但是通过孟昭凝重的表情 他知道 这不是开玩笑 不管是之前有人向我和陆阳提供关键信息 还是我打人的消息外露 或者是吴嘉义恰到好处的逃跑时机 你们觉得 这一切都仅仅是巧合吗 陆时辰 则站在窗前 看着孟昭 以及成韵和周启阳 周启阳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确实 如果没有人泄露消息 每一件事都很难做到 沉默片刻孟昭继续问 我停滞期间 任兵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 周启阳和成韵同时一愣 赵哥怀疑的内鬼 是任兵 周启阳想了想当时的情况 回答说 你停滞那段时间 我也被调离了专案组 当时却负责了一桩偷窃案 没太注意到兵哥的举动 我倒是待在专案组 兵哥 我记得我当时去问过他 有没有什么事情要我做 他好像在跟人聊天 看到我过去就立刻切换了页面 本来吧 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毕竟大家都不希望被看到聊天内容 但赵哥你这么说 我觉得好像兵哥当时的反应 有点反常 任兵明天就回国了 接下来 我打算对任兵进行暗中调查 这件事是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进行的 而且可能牵涉的也不仅仅是任兵 如果暴露了 甚至可能连工作都保不住 我不强求你们必须跟着我做这件事 加入或者退出 全凭你们自己的选择 成韵和周启阳互相看了一眼 一起朝孟昭点了一下头 没有丝毫的犹豫 我们跟着你 赵哥 我们跟着你 赵哥 看着面前的两个人神色坚定 孟昭有些欣慰 他看了一眼时间 走吧 一起吃饭去 今天好好犒劳一下你们 周启阳顿时就来了兴趣 吃啥 赵哥 我想 还没等周启阳说完 孟昭看向了陆时琛 陆顾问有没有什么想吃的 陆顾问 你是不是还没吃过我们局里的食堂 我们市区的伙食可是跟旁边市政有的一拼 不尝尝 有点可惜啊 听了陈运的建议 周启阳一脸的失望 赵哥说好了要好好犒劳我们 结果你要去吃食堂 就吃食堂吧 行 那下次再带你们出去吃吧 孟昭站起身走出了办公室 这还差不多 其实食堂的饭也不错啊 到了食堂 几个人拿了餐具开始打饭 周启阳滔滔不绝地给陆时琛介绍 打在窗口那儿 有个豆腐西施 每次打包姜豆腐的时候 什么呀 给赵哥的总会比给我们的多打一半 土豆粉窗口的刘阿姨 老想把女儿说给赵哥 没事就来找赵哥套近乎 还有那个盛米饭的张大爷 行了行了 让陆顾问自己决定啊 想吃什么 包姜豆腐好吃吗 好吃 行 那就去吧 行吧 喝惯了露水 想尝尝豆腐 没毛病 已经过了用餐高峰期 食堂并不算拥挤 孟昭带着陆时琛去窗口打了饭 找到位置坐下来 承韵和周启阳也端着餐盘 坐到了他们的对面 眼见着孟昭今天的心情肉眼可见的不错 周启阳这顿饭总算能吃得踏实一点 回想在盐城吃的那顿饭 他仍然觉得心有余悸 赵哥 前两天去盐城的时候 到底因为什么心情不好 不知道他还为你失恋了呢 孟昭没应声 承韵看了一眼对面的两个人 开始转移话题 今天这包姜豆腐有点咸 咸吗 我不觉得 周启阳夹起一块来尝了一口 他接着刚刚的话说 但我一想 赵哥你也没时间谈恋爱 跟谁失恋去 总不会是跟陆过问吧 承韵捂着嘴咳嗽了一声 孟昭则瞥了一眼周启阳 周启阳从小娇生惯养 香葱蒜一概不吃 此刻正认真地将包姜豆腐上头的葱花 挑开去 嘴上则说着 你心情一直糟糕 我也跟着心惊胆着 都打算给你介绍女朋友了 人选我都找好了 我一表姐 看了暗龙发布会的直播后 特别喜欢你 跟我说了好几次 让我帮忙牵个线 周启阳说着 夹起一块包姜豆腐就送入嘴里 话没说完 他嘴唇哆嗦到 滚烫的豆腐 让周启阳大口的呼着气 无暇顾及周围 豆腐稍微冷却之后 总算被他勉强的吞下去了 周启阳回过神异抬眼 看见孟昭 陆时辰 以及承韵 都在看着他 尤其是对面两个人的目光 凉嗖嗖的 而承韵的目光 则是一言难尽 周启阳一紧张 刚要咽下去的包姜豆腐 卡在了喉咙里 顿时忘了自己的下一句话 让你成天瞎说 吃豆腐都能被噎着 真是头一次见 这时 陆时辰从桌子中间 拿了一双干净的筷子 往周启阳的餐盘里 夹了几块豆腐 放下那双筷子的同时 他看向周启阳 伸出手指 在自己的嘴唇上点了点 这是在让自己多吃点 陆国人原来这么会照顾人 看得上去不像啊 周启阳有点不明所以 过了一会儿 周启阳突然就反应过来了 多吃饭的意思 是不是少说话 第二天一早 由于案情取得了进展 孟昭再次来到徐局的办公室 汇报情况 朱瑞承认自己当年 顾兄杀害了陈玉 还招出了当年 严城公安局局长 魏昌和伪遭自杀证据一事 另外 赵云华和卢阳的死亡 朱瑞也作为幕后推手帮凶 涉嫌故意杀人 相关资料我已经让 陈玉再整理了 之后会提交到警察院 不过朱瑞的外籍身份 可能会在流程上比较麻烦 魏昌和 您了解这个人 人抓到了吗 还没有 严城警方一直在找 目前下落不明 之后问一下严城警方 人手还够不够 如果人手不够 我协调几个人去帮忙 您打算让谁去 任兵是不是快回来了 孟昌仔细地观察着 徐局的反应 兵哥这次的事情 办得很利落 让我有点刮目相看了 再说吧 徐局似乎并没有在意 转而继续说起了 朱瑞 朱瑞自称是受人指使 可信吗 应该可信 不知道任兵 有没有跟您汇报过 在吴家义死后的第二天 朱瑞的账户 收到了一大笔汇款 汇款来源不明 但很可能跟吴氏集团有关 我觉得这起码可以说明两点 一 朱瑞很可能是收钱办事 二 幕后推手跟吴氏集团的关系 应该非常密切 否则不可能动用 吴氏集团的账户 有没有可能 幕后推手的真正目的 就是为了钱 之前有负责清查的同事 跟我汇报过 吴氏集团的部分资金 流向不明 这个不好说吧 如果只是为了钱 应该没必要搞得这么复杂 看着徐菊脸上 讳莫如深的表情 孟昭的脑中 再一次浮现出 徐菊那张穿着警服的照片 面前这个我一向惊讶的长辈 到底为什么会出现在 陆成泽的笔记本上 他到底是清白还是有罪 还有一件事 虽然已经过去了 但我还是放不下 嗯 你说 我打人的事情 到底是谁泄露出去的 又是出于什么目的 泄露出去的 我觉得有必要查清楚 这件事情 虽然重要 但还不急在这一时 先把手头的工作做好吧 这意思 是单单觉得不重要 还是不希望我在警局内部 开诊调查 好 还有一件事 吴嘉义手下有一个犯罪团伙 这您还记得吧 当然 上次你去延城 差点栽在他们手里 他们近期有什么动作 几天之前 我妹妹遭遇跟踪 跟踪她的人 很可能是杀手集团的头目 也就是当时绑架林迈的人 我称她为刀疤 跟踪你妹妹 这么做的目的 很可能是要引诱你出面 然后刺激对你进行打击报复 我猜也是这样 上一次让他们吃了不小的亏 再加上财主吴嘉义也死了 他们对我的怨念应该很深 这样吧 市局内部最近没什么急案 我派两个人专门去保护你妹妹 确保她的人身安全 至于你 自己一定要多加小心 不要像你母亲 孟昭看到了 徐局脸上 又流露出了一丝 积不可查的悲伤 将近二十年过去了 每每提及梦境 徐局总是无法克制自己的情绪 也正因为此 孟昭打从心底里 不愿意怀疑徐局 我知道 那徐局我先回去了 孟昭说完 朝办公室门口走去 一拉开门 却看见人斌站在门口 人斌正低头翻看着手上的资料 孟昭说 兵哥 回来了 孟队 这一趟去国外辛苦了 怎么这么快就回局里了 不用导时差 在飞机上睡过了 案子这么急 哪有闲工夫休息啊 这次多亏有你 快进去跟徐局汇报吧 孟昭说着 侧身让开一步 与此同时他集中注意力 不动声色地看向了 任斌手上的资料 就在任斌推门 走进徐局办公室的一瞬 孟昭看到了资料 带上似乎有字 他微眯双眼 瞳孔微微收缩 那个字 臣 本视频由B站APP主 沙瓦剪辑制作 第二十四集 徐局办公室的门被关上 屋内的一切动静 都被隔绝在石木门之后 孟昭朝自己的办公室走过去 回想着任斌手里的 那个资料夹 看样子 任斌去徐局办公室 就是要汇报 那资料夹上的内容 那个称子 会不会与陆世辰有关 难道说任斌这趟去国外 不仅调查了祝瑞 同时也调查了陆世辰 为什么会调查陆世辰呢 是跟我先前一样 怀疑陆世辰是幕后推手 还是另有原因呢 要是想搞清楚这一切 就必须先知道任斌 到底是不是那个 泄露案情进展的内鬼 在走进办公室之前 孟昭将周祁阳和承运叫了进来 这两个人走进办公室 自觉地关上了门 资哥 坐 昨天让你们查一下 任斌的相关监控 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发现 暂时还没有发现 什么异常的地方 冰哥的生活还挺规律的 除了上下班 就是去接女儿 偶尔 晚上我出来溜达一会儿 他女儿还挺可爱的 不过赵哥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冰哥的妻子 孟昭还没说话 周祁阳先接过话来 他尚有介事地说 冰哥没结过婚吧 我好像听说 他女儿是领养的 冰哥两年前 不是因为犯错 被停职立正吗 回来之后就多了个女儿 冰哥的女儿哪来的 这可是市局 五大未解之谜之一 承运兴志勃勃地 八卦道 那其他四大未解之谜 是什么 取决的老婆到底何方神圣 丽锦到底有多少双高跟鞋 朝哥到底交过多少女朋友 周祁阳话还没说完 孟昭已经曲起手指 在他脑门上敲了一下 哪来的五大未解之谜 你自己编的吗 我也是听说 居立商下都传遍了 那还有一个未解之谜呢 赵哥为什么从来不交女朋友 帮得一声脆响 一个暴力 凿在了周祁阳的后脑勺上 孟昭一言难尽地 看着面前这两个人 脑子里成天都装了些什么呀 叫你们来说正事的 别打岔 今天晚上开始我们就分头行动 下班后 你俩立刻换上不一被认出的变状 一路跟踪任兵 我和陆顾问也会通过 市局联网的监控 关注任兵周边的情况 我们一定要配合把握住 任兵的一举一动 不漏过任何蛛丝马迹 没问题赵哥 没问题赵哥 记住了 你们现在要跟踪的 不是普通的小毛贼 而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 有着老到经验的职业警察 如果发现任兵有异常行为 要第一时间通知我 千万别轻举妄动 为了防止任兵发现异常 我们四个人要每天换一次班 明天由我和陆顾问跟踪 你们关注监控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保证完成任务 这时 孟昭的手机震起来 是严城市局的赵队打来的电话 行 你们先去忙吧 喂 师哥 小孟 我这两天派人去查了 魏昌和的行踪 发现他五月二十五日下午 从家里离开之后 就没有再回来 警务系统里 也没有他的出行记录 暂时还无法确定他的位置 五月二十五日 吴嘉义死后的第三天 魏昌和有没有可能已经出国了 那不太可能 一个有政治污点的公安局前局长 想出国不太可能 政治污点 怎么说 一开始呢 我也以为魏昌和只是个正常退休的前局长 但最近调查了他才知道 这个魏昌和任职期间 简直就是严城的土霸王 据说 他当时任人为亲 甚至通过顶替编制的方式 私底下往整个严城警务系统的实权部门 塞了很多自家的亲戚 而且还依靠权钱交易 敲诈勒索等方式 非法获取企业股份 赚了不少黑心钱 在他任职期间 刑讯逼供也很常见 不少最近被平反的冤假错案 应该都与他有关系 具体的我就不细说了 总之魏昌和可是一个正儿八经的黑警 后来怎么处理的 被双规撤职了 这就完了 不知道是上面怕影响不好 还是魏昌和买通了一些人 撤职之后就没有再继续追究 你也知道 那个时候 赵队叹了一口气 没有继续说下去 确实 那师哥 劳烦你帮我继续寻找魏昌和的行踪吧 对了 你们那边人手还充裕吗 徐局的意思是 如果人手不够 我们这边可以抽掉几个人过去帮忙 这个你不用担心 最近没有什么急案 找几个人查魏昌和的行踪 还是没问题的 那小梦 有进展了 我再随时联系你 行 多谢师哥了 挂断电话 孟昌陷入到了思索之中 吴家一死后第三天 魏昌和就躲了起来 这应该不是偶然 魏昌和在躲谁呢 难道是得知朱瑞回国 担心朱瑞会供出当年陈玉案的真相 而牵连到自己吗 但是当年的陈玉案中 朱瑞自己也是主谋 并不肯轻易说出当年的真相 如果不是找到了吴家一私藏的录音笔 陈玉案能不能侦破都不好说 而且 陈玉案能真相大白 也不过是昨天刚发生的事 为什么魏昌和不是昨天或今天逃跑 而是早在吴家一死后第三天就耀无音讯 难道是作为一名警察的直觉 总觉得哪里不对啊 夜晚十一点 市局监控室内 陈石琛坐在电脑前 看着屏幕上的监控画面 他盯着监控看了一晚上 有些犯困 去卫生间洗了一把脸 推门走进办公室 他看向了陈石琛 陈石琛戴了一副平光眼镜 曲起手肘搭在椅子的扶手上 手指轻轻地撑着下巴 天花板上的暖光打下来 像在他的皮肤上 打了一层透明而富有质感的诱 让他看上去像一具 被精心雕刻的人形雕塑 随着门被推开 发出的轻微的声响 陈石琛看向了孟昭 眼神里有了一些温度 这才从一具雕塑 又变成了活生生的人 怎么样 有什么异常情况吗 没有 我盯着吧 你起来活动活动 陈石琛倚着椅子 他拿起孟昭放在桌上的手铐 随手地摆弄着 一晚上都没动家 没有 人命跟往常一样 下班后先去幼儿园接了女儿 然后两个人去了一趟超市 买了一些水果蔬菜 周强跟着他进了超市 在超市里没发现 他和任何人有过言语上的交谈 也没什么异常举动 买完菜之后 他就和女儿回了家 直到现在也没有再次出现 十公里之外 周强阳和承运坐在车里 正在监视着不远处 任兵所在的楼道门口 今天难道就这么过去了 坐在驾驶位 一直盯着楼门的周强阳 伸了一个懒腰 你知道现在 兵哥都没有任何异常 难不成 真的使我们想多了 不好说 毕竟我们也观察不到 兵哥家里的情况 周强阳强打精神 使劲瞪大了眼睛 看向前方自我安慰道 我有预感 兵哥可能马上就要有动作了 又是长时间的等待 周强阳昏昏欲睡 他看了一眼手机 十一点四十五分 突然有人扯了一下他的胳膊 你快看 那是不是兵哥 周强阳看向承运指的方向 就在楼道口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 正是任兵 而在市局监控室 孟昭和陆时琛 也通过监控视频看到了任兵的出现 孟昭立刻给周强阳拨过电话 任兵下楼之后 静止往小区外走 不像是去开车的样子 你们也下车跟上去 尽量保持相隔五十米以上的距离 我们这边通过监控 能判断出他的行进路线 你们不用担心会跟丢 收到 随后两个人分别戴上耳机下了车 从两侧 尾随在任兵的身后 第二十五集 从小区出门右拐 就是一条长长的主干道 任兵威低着头 不紧不慢地走着 还时不时地掏出手机 似乎是在跟谁发送着短信 周强阳和陈运保持着距离 尽可能地将自己掩没在夜色之中 在主干道上行进了大概五百米之后 任兵拐进了一条小道 周强阳和陈运健壮 也加快了脚步 快步地走向拐弯处 因为距离任兵有一段距离 在他们拐进小路之后 却发现任兵已经没有了踪影 周强阳顿时有点慌了 压低声音说 耳机里 孟昭声音镇定 这让周强阳也冷静下来 周强阳调整了一下状态 以行人的姿态拐到了小路里 这条小路没有路灯 极其昏暗 只有一间药店还亮着灯 是不是去了药店 周强阳低着头朝药店走去 正当他要靠近药店的时候 任兵拎着一个盛满了药的小塑料袋 正对着他走了出来 周强阳顿时心脏狂跳 虽然我戴着口罩 但如果正面相对 那被认出的概率还是很大 怎么办 会被认出来吗 如果现在转头就走 是不是就暴露了 如果就这么自然的走过去 他会不会注意不到我 但如果真的被认出来了 我怎么说 短短的一瞬 走进了药店 从药店买了几颗创可贴出来 周强阳发现 任兵已经按照原路走回了路口 我看任兵已经走出来了 你怎么样 刚刚太险了 差点正面撞上 兵哥只是来买了一些药 药店里除了店员 也没见其他人 他已经在按原路返回了 承运再继续跟踪 你也调整一下 然后跟回去吧 好的 赵哥 十二点零五分 任兵拿着药 走进了自家的楼道 十分钟之后 任兵家中的灯念了 先回去休息吧 辛苦了 明天换我和陆顾文来 那兵哥会不会半夜出门啊 没事 明早再来查一遍监控 早点休息吧 不要耽误白天工作 那赵哥 你跟陆顾文也早点休息啊 第二天下午 孟昭和陆时琛对祝瑞 进行完二次审讯 从审讯室回来 碰见赵丽提前下班的人兵 孟昭打了个招呼 去接女儿啊 兵哥 乔乔生病了 我得送她去医院看看 今天提早走一会儿 所以昨天那么晚下楼去药店 是就给生病的女儿买药 啊 理解 兵哥你也是操碎了心 这个爹当的真是不容易 任兵没说话 脸上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 看上去不想多说 快去吧 孟昭走到窗前 看着任兵开车驶出了市局 走 我们跟上去 孟昭拉着陆时辰 两个人一起快步走下楼 开上陆时辰从公司借来的车 跟上去 监控室里 周祁阳和承运 则关注着任兵的情况 接女儿 去超市 回家 任兵的举动跟昨天没什么不同 除了今天没出去买药 等了一晚上 也没发现什么端倪 孟昭看了一眼时间 许是因为跟陆时辰待在一起 时间总是过得快一些 不知不觉 还有两分钟就要到零点了 这时 周祁阳打来了电话 赵哥 零点了 还继续蹲忙 再等十分钟吧 如果还是没动静 今天就算了 会不会就在这十分钟里 兵哥忽然出现了 周祁阳话音未落 十几米外 一个熟悉的身影 再次打开了楼门 出现在他们眼前 孟昭立刻坐直了 陆时辰也看向了那道身影 周祁阳惊道 我 我的嘴开过光了 注意定监控 孟昭说着 刚想推开车门下车 却发现任兵这一次 似乎并不是要走路出去 而是走向了地下停车场 任兵应该是要开车出去 陆时辰随之也启动了车子 这么晚出去 手里还拿着包 今晚说不定真的能掉到鱼 几分钟之后 任兵那辆棕色的轿车 从停车场驶了出来 走吧 别跟太紧 好 任兵的车子 缓缓驶出了小区 陆时辰则驾车在相距五十米之外的后方随行 那辆棕色的轿车经过一个又一个的路口 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车辆逐渐远离市中心 驶入了郊区地带 为了不暴露自己 陆时辰关上了车灯 越发稀疏的住宅 和越来越空旷的周边环境 让陆时辰想到了上一次 在严惩跟踪孟昭时的情景 陆时辰说 如果他真的去跟幕后退守见面 你打算怎么办 能将证据和任意网打尽 是最理想的情况 不过总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任兵应该只是去进行信息交接 跟他见面的人不会太多 而且我带了枪 不会像上次那么被动 还是要谨慎一点 主要是我们现在不清楚 幕后退守是一个人 还是跟吴嘉宜一样 有组织的形式 以防万一 还是得把人手都召集过来 顿了顿 孟昭把电话拨给了周琪昂 小周 你现在立马调动市局值班人员 同时联系当前行驶地点附近的 派出所值班人员 让他们立刻行动 与我们会合 争取将街头地点尽快包围 没问题 赵高 我立刻去联系 说完周琪昂走出监控室 按照孟昭的安排去调集人手 陆世琛仍然驾车跟踪着任兵 任兵的车在驶入一条小路之后 车速逐渐地减慢 然后停止 孟昭看到 前方五十米左右 任兵把车停到了一处农家大院的附近 为了避免被发现 陆世琛按原来的速度行驶 在超过任兵的车子之后 他拐入前方的一处小路 陆世琛把车子停到路边 孟昭走到路口观察任兵的情况 任兵下了车 走进了那家农家大院 这时 孟昭耳机里传来了周琪昂的声音 语气急气 周哥 不对呀 市局今天值班的人已经被调走了呀 联系周边的派出所 也都说出任务去了 没说今天晚上有什么紧急任务呀 市局和周边派出所的人手全被调离 这是巧合吗 还是说这根本就是一个圈套 能事先调走所有警力的 只有一个人 孟昭的脑中浮现出一张面孔 一丝寒意 从他的心底泛了出来 察觉到自己可能落入圈套 孟昭对周琪昂和承运说 你们赶紧到其他地方调派警力 能找到几个是几个 好 我们立刻就去 察觉到孟昭神色不对 怎么了 市局和周边所有警力都被提前调走了 孟昭看向了陆世琛 一双眼睛在夜色之中 看上去黑沉沉的 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陆时琛的面色也随之变得冷峻下来 如果昨晚对人边的跟踪已经被发现了 那我们有可能已经陷入了圈套 而用能力这样设置圈套的人 这可能是 忽然 孟昭听到不远处的林地里 似乎传来了沙沙沙的声响 是风声吗 不对 今晚并没有挂风 好像是靠近院落的东北方向 就在孟昭看过去的一刹那 一个黑影在林间的缝隙之中闪了出来 又迅速的消失了 与此同时 陆时琛也看到了这个黑影 他把孟昭往自己的身后拉了一下 早去 那会是谁 任斌吗 孟昭盯着那道黑影 立刻将腰后的枪卸下来 他迫使自己冷静 尽力将脑中徐局的面孔暂时驱赶出去 集中精神应对眼前的试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